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杭州西湖 今天带大家看看 林彪在杭州的故居 林彪在杭州的故居 又称作林彪行宫 分为地下脸层和地面 地面主要是三栋别墅 就是在这个院墙的里面 大家看一看 这个地上的别墅 是供林彪 以及这个下属办公生活的地方 先看一下它这个外面 这是它这个围墙了 它这个围墙你看下面是石头 上面是砖砌的 而且它这个围墙还挺高的 看一下它这个围墙下面 是有一条小溪的小河流的 现在水不是很多 看看 中间隔了个小溪小河流 这边上种的都是树 看一下 四株树特别多 看看这四株 因为在西湖景区 这边的环境 气候都非常的好 适合在这边养老 生活 你看它四周全部被树 给遮住了 今天大家看看 林彪故居 里面是什么情况 就从这边进去 前面就是它大门 进去看一下 这边就是它进它行宫的一个大门 你看一进大门 这旁边就写着林彪行宫 704工程 大家看一看 这边就是林彪在杭州的行宫了 上面是英文 下面是英文 上面是汉字 林彪行宫704工程 它这个房子应该就在这边了 大家去看一看 这里就是林彪在杭州的故居了 我现在就是站在它这个阳台上 它这个阳台还是蛮大的 看一下 看一看这个四周 它这个四周对面就是山 树木非常的多 下面算是一个小公园了 现在改成这个儿童玩的了 下面还有一条路 旁边也停了很多车 你看看 这环境真的适合养老 环境又很优美的 一眼望去都是绿优优的 心情非常好 而且它家这个 外面这个你看看 阳台相当大呀 长成起来 在这蹭散步 也是相当的惬意啊 看看 它家这个 算是一个小别墅了 中式别墅 看看上面的顶 都是用瓦键的 中式别墅 看看阳台前面 还有年展灯 到里面去看看 是什么样子啊 它这里面上面有写 是它这个会议室啊 卧室 从这边进去看一看 看看这下面 现在停了很多车了 看看这个 这个景真是绝了 都是都是树木 非常的适合在这养老 在这进去 看一看 这个就是它这个会议室了 就是向它汇报工作的 有几个沙发 它的会议室 旁边还有一个电话 再往前走 这边应该就是它这个卧室了 这是它办公的地方 也很简陋 一盏灯 一个茶杯 一个座子 旁边还有一个电话 这边还有一个收音机 还有电视 电视 小电视 这是它一个卧室 床 旁边 两个小沙发 还有镜子 一个小台灯 再往前走 这边是有一个电梯 它的专用电梯 再往前走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书房 看一下它这个书房 也很简陋 不过这个采光非常不错 四面 这边都是窗户 相当的透亮 看一下 这边就出来了 看一下这个出来 出来这个景色是非常的好 沐浴阳光 从这边看一看 看一下这边是什么景色 这边你看 它四周周围都是树 被树所包围了 看一看 是不是 相当那个悠闲的地方 好了 这个就是林彪啊 在杭州这个故居 好了 本期的视频啊 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关注 感谢支持 拜拜 下期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欢迎订阅